黑红也是红我的 行可以 微星怎么了 科普呀 有人不知道微星做了啥的 微星在他们的官方公众号上 发了个小仙女推文 说这个从新的一年 从删除男朋友的游戏开始 就是就是叫什么打全美手败了 非常非常逆天的 就是就反正反正 反正一个一个以男性为目标群体 主要目标群体的一个一个品牌 发了一个有点侮辱男性的一个推文 反正然后就被干了 游戏拒绝精神内好 从今天开始我要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每天背一百个英文单词 三十个法语单词 还有五十个意大利单词 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 是不是上了我的游戏 黑红也是红是吧 挺有流量的 还我操 行行行 他现在都都都那个啥 都不知道怎么道歉的 他发了个不温不火 还发了一个那个回应视频 把什么游戏给又给还原回来了 卧槽 这个运营也确实是个人才 卧槽我感觉 全部都是快捷方式 还原 搞定 为啥这也会被干 不是 这种话题是很敏感啊 就你一旦涉及了这个男女之间的话题 这种就是有就是怎么说呢 挑拨对立情绪的话题是很敏感的 你你你这个东西不管你说的有多么微妙 其实都不行的 这个尤其是你从市场角度公关口出的 这个是更更不应该了 对吧 你应该非常了解舆论的这种危险性的 就本来做这种官号的这个 携手啊 对吧 这些策划 你就应该很清楚风险的 把运营团队给开了 官博刚致歉了 哎呀 你行吧 终于知道致歉了